到河南省宝峰县了,刚刚下火车,这个是战前广场,周边好荒凉啊,感觉这边应该没有宾馆啊,我准备再往里面走一走,看看汽车站附近有没有宾馆,这里距离汽车站大概有1点多公里,在站房的右侧有一个地下通道,可以通往宝峰的市区啊。 哎呀,终于出来了,这个隧道好长啊,走得挺危险的,感觉里面。 宝峰县是河南省平定山市下辖的一个县,常住人口50万人,这里最出名的是白酒和汝池,因这里物宝原封,在北宋年间被宋徽宗赐名宝峰,沿用至今。 这边是新大新生活网场,应该是宝峰最繁华的地方了,已经12点多了,我先吃个饭,然后再去找宾馆。 这里最出名的面食应该就是河浪面了,关着门呐。 咦,这边有汇面,在这吃完汇面好了。 汹锅汇面,大碗,食衣,还有一个湿头,加一个鸡蛋,午饭,一共16块钱。 看一下,上面是香菜,还有点肉末。 然后下面就是汇面,还有海带,青菜,看下这个汤,应该是羊肉汤之类的。 这个和平时的汇面不一样,因为它这个是呛出来的,叫做呛锅汇面。 汇头,鸡蛋,这个汤挺好喝的啊,特别香。 有单间没有? 有。 单间多少钱? 两个单的,带卫生间的不带。 就是不带卫生间的? 不带卫生间,有三十,有六十。 哦,我能不能看看? 一家看哪儿呢? 二十,三十多都看看。 对。 对。 你算是几楼啊? 哦,这是两张床,哦,这边是临着鹿的,是吧? 哦,临着鹿的。 哦,临着鹿的。 方向,这,这多少钱? 三十。 三十。 一颗里头,第二颗里头。 哦,就是上网能连上不能? 在这儿呢? 哦,在这儿呢。 哦,在这儿呢,这是路由器。 哦。 这个不远,这个能连上,应该能连上。 这个区。 你这个,你的卫生间在这儿? 哦,从那里头。 直走是不是? 哦。 工位。 你二十是啥样的? 二十再厉害。 哦,这是另外一个院。 哦,在这儿呢? 这个房间还有十。 哦。 这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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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窗这个是。 嗯。 这个。 这房间小。 二十。 这个二十啊。 我又住上边那个,住二楼那个。 哦。 我给你交钱。 好。 四十啊。 宝峰这边的住宿不贵啊。 这么大的房间才要三十块钱。 两张床。 这是工作台。 充电的。 一个大窗户。 临着路的。 空调不能用。 风扇用不着。 这是一个大彩垫。 一毛巾。 可以繁琐。 试过了。 旅行单人床单。 铺好了,看一下。 大功告成。 有了一次性床单。 不管床上再脏,也不怕了。 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 pson家。 好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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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。 我们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